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14号 张医师线上直播 我们今天有新的主题 就是张医师的实作教学及答疑 接着老师讲影响身体资源 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 张医师 今天我们要讲影响身体资源之前 还是照例先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请莉莉来主持吧 2021年11月14日 张医师线上实作教学及答疑 五十斤十五操作 他手举不起来那我们还是帮他举个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呢 这样就不行了 好那这样举起来你痛哪里 这边痛 后面好像也会痛 后面哪里痛 这里痛 那他的痛点在这里 还有这里 就有两处好 那我们把它放下来 那这里跟这里 好 简单讲这里肩膀是由整骨下沿到脖子 尤其以整骨下沿为主 一定有痛点 所以这里要解决 解决了这里就松掉 然后他举起来还有这里会痛 那这里会痛 是在肩部原始点 不能按肩部 这时候要按脊椎两侧 脊椎两侧就解决背部 所以这里能不能按 我们的肩部原始点能不能按 不能按 因为他痛 他举起来他的痛是在这里 这是患处 患处不能按 患处的痛点就是疾病所在 那我们 我举起来 他会感觉痛 这些感觉痛都是患处 那患处要找开关 就是相对应的原始点 那这里会痛 相对应就在整骨下沿 那这里痛 就相对应是在这里 那这样等于 那我们就知道 原来他要处理的是 整骨下沿 然后一路揉下来 揉到背部 那就是要解决他的举不起来 所以他举不起来跟这里都无关了 这里都不要按 等于这里肩部 所以你来这里他们都帮你按这里 对不对 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 所以你看喔 诊断上你们就犯了怎么样 他这么久都没有好 在诊断上 他说揉很久了 有没有错了 我们的志工都错了 这个这么简单都错了 我上好像上个礼拜视频 在对全球我就有讲 但是只是用讲没有像实力 那这样以他为实力那就很明显 他就是这里 然后这里下来就可以解决这里 但是这里要两侧都要按 那整骨下来一般是偏向这里 因为同侧比较多了 那如果要按到对侧也可以 但是如果这里这样下来 应该就可以解决他这里 还有这里 这样清楚了 所以我教你们就是 如果他举不高 就是再举高一点 再帮他举高一点 然后举高他就会痛 因为他举不起来 他举不起来我硬是把他拉扯 但是我慢慢举 不要伤害到患者 那我这样一测试 他就说出来了 他是这里的问题 还有这里的问题 那很明显嘛 这里的问题就是整骨下沿到脖子嘛 那这里的问题就是上背部的问题嘛 那如果他举起来 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再听好一次啊 如果他是痛在肩部这一个轮圈 那肩部或腰下 腰下我们这里腰下 肩部跟腰下 那他的开关就是肩部在这里 对过来刚好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要按推肩部原始点 所以你们一直在处理他的肩部原始点 不会 因为他举不起来的原因 不是这里引起 不是这里痛 而痛到不敢举起来 是这里跟这里的问题 我先做给你们看 他这里一定有痛点 这里痛吗 有 好痛 好痛 好痛喔 有整骨跟肩部还是什么 没有 这里 也是痛吗 也痛 不能做 自控按 他是整骨跟肩部 跟肩部 自控按都不会痛喔 对 肩膀是整骨 整骨的问题 对 那有整骨 整骨 对 去问你 他用几分力 我很轻啊 我这样所有人 我根本没有力啊 你说哪有几分力 你来摸我的手 哪有几分力 他一直在喊痛 没有 我没有力啊 我就是身体 靠身体的力量 旧的方法 嗯 这个可以吗 可以 这里痛吗 这一点比较痛 你刚刚说举起来 腰也会痠是吗 痠哪里 这里 腰也会痛 这里痛不痛 还好 这一点 这一点会 对啊 这里呢 还好 这一边还好 这一边还好 还好 那你腰痛 就只有这一点啊 好 你再来看看 再起来 往后 你我挤起来 你说这里本来还会痛 现在这里是不是有比较重力 对 不会那么痛 不会那么痛 确定啊 对 所以就是那一点 再把它揉深一点就更出来了 那他这个是在深层 所以一般志工没有揉到 所以他这里不能节症 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 这个五十间是很常见的 那一般患者五十间有些是抬不起来 有些是不能往后 好 刚刚 这里录影是只有 波他举不起来 那他事实上还有 也不能往后 好 那我们就先就 举不起来 这一个部分 我们先讲 刚刚 举起来 他肩膀的部位 会痛 还有肩部原始点的位置 也在痛 然后他还有举高一点 连腰都会痠 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事实上 他真正肩膀的问题是 就是我预判的 就是在整骨下瘾 同侧的 那脖子那里根本没有痛点 然后接下来 他肩部 肩部原始点那里痛 举起来肩部原始点痛 是我们说旁边找中间嘛 所以在脊椎两侧就可以找得到 但他是 就是在同侧 都是会在同侧 那腰部也是 那这位学员他是 因为摔伤 然后肋骨骨折 然后就是一直 就是不敢动 然后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修复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一直就是没什么动 后来要抬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根本起不起来 那经过志工就是帮他 大部分志工就直接说 50间就按肩部原始点 那按了好几个月也不见改善 所以这位学员才问我 应该怎么处理 那我再告诉他 也做给大家看 事实上做完 他也比较舒服了 没有那么痛 所以他就挤得比较高了 刚开始是挤得没有那么高 然后挤起来多处会痛 那另外有些往后会痛 事实上他往后也会痛 那往后会痛 你还是要测试 就是像这种情形 把他的手往后一点 那往到极限的时候 他就不敢再往后 那这个就是他的极限 那这个极限 你稍微再往后一点点的时候 他就知道哪里在痛 那往后会痛是 他痛在腋下 那个就是肩膀的前沿 那前沿就是对过来 刚好是肩部原始点 所以等他举起来 我再问他后面 我再把肩部原始点 也顺便帮他做 所以五时间 其实是这么常见 但因为他被志工 按推了好几个月 也不见解症 然后我帮他按的时候 他才说也有人帮他按整骨 但按的都不痛 那代表什么 志工的手法 可能还要再加强 那事实上要不要用很大的力 事实上不需要 就是靠身体往前靠 然后手很轻松的放下去 然后只是来回 那因为他是属于轻重症 我们说体力虚弱 才叫重病 他没有体力虚弱 所以可以按推为主 热营为辅 那因为轻重症 所以按推力量有时候 稍大一般也不会怎么样 但要跟患者讲 按下去如果很痛的话 他不能时间太久 也就是他能承受下 他差不多时间都要控制好 我按他的时间也就是转播的 那个视频而已 所以时间也是蛮短 那按完之后还要告诉患者 如果这是出来的血缘 你要告诉患者就是按推完 然后还要继续温敷 然后温敷完回去之后 如果隔一天按的地方有稍微痛 那个也是属于正常 一定要交代 要不然有时候柔的 尤其你们的力 志工的力量大小不易 有些太用力了 按回去患者会感觉痛 那他就不敢来了 所以要告诉他 那个虽然肩膀好 不是痛跑到整骨下痒或背部 不是这样是因为按 有时候隔一天会稍微感觉痛 那是属于正常现象 那这样患者就不会担心 那一定要叮咛他还要再加强温敷 那这样情况就可以渐渐改善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 就把这个午时间 让大家了解 以后挤不起来 或不能往后 大部分都是有这两个现象 他也有人是往外展 往外展的时候展开的时候 他也有地方感觉痛 那这个都要测试 那测试看他痛在哪里 那种感觉痛就是疾病所在 那我们在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也就大开关找 那之前他还有志工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 一来就问这位学员 那学员告诉他 说他曾经就是摔伤 那肋骨也骨折 所以因为这样 然后休息一阵子 慢慢才造成五十肩 那很多患者听完之后 不但帮他按推肩部原始点 还在患处也就是肋骨 股缝肩然后来帮他按推 事实上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说痛多属他处体伤 怎么能去帮他按推骨折骨旁呢 尤其骨旁那个骨折也是果啊 果不会生出一个痛症来 或挤不起来的症啊 所以痛感觉挤起来哪里会痛 那个还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而非骨折引起 所以很多患者大部分都会听 哦医师检查出来是骨折 然后就会在想再患处也帮他按 这是错误的 患处如果要按一定是大开关按推 无效后才可以找患处 但如果你们不懂测试 你们也找不到开关在哪里 那就会误以为是患处 所以才会有志工 可能听到他是摔伤骨折 所以帮他按患处 他也有志工就是因为判断不准确 然后也没有办法解症 那就帮他按那个肋骨 这两种可能都造成他病情 这样拖延蛮久 好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好谢谢老师 老师我们要调整一下您的画面 麻烦您身体再向后做一点点 好这样呢 这样很好了 好 好 那我们接着是张医师答疑 提问一 不想让孩子和激素 希望得到张医师指点及帮助 请老师解答 好 这个他应该还不错 他虽然把西医病灵也讲出来 但他有讲他的症状 好 比如说腮腺部位有肿脏 还有有淋巴结 那鼻子也有鼻炎 那另外他肾损伤是不是腰痠痛 那个是西医的病例 如果是那个可能腰痠啊 或是尿不大顺畅 是不是这样 但他没有血 我们就参考一下就可以 然后他说平常容易疲惫 也容易感冒 他也尝试这个方法给孩子调理 然后不想让孩子就是喝激素 也就是我们说的肋固醇 激素在台湾很多都讲肋固醇 也有一种说法叫美国先丹 说吃了激素 那很多症状就可以都得到改善 但那个是暂时性 而且吃久之后 孩子会越来越寒 然后甚至会腐肿 包括脸腐肿啊 月亮一般俗称月亮炎啊 水牛肩啊 甚至严重一点四肢都会腐肿 都有可能 那这个激素这么寒 但是因为实在太有效了 所以很多人很多医师如果遇到这样 各种病症综合症嘛 各种症状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加上去 但加上去因为寒 所以孩子体力就会越来越差 容易感冒身体疲惫 这个都在情理中 所以 他是希望说不想让孩子喝激素 以原始点的看法是 因为激素副作用还蛮大 其实包括很多医师都知道 能不用尽量就不要用 那以原始点的处理方式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你已经很身体很容易疲惫 尤其容易感冒 其实到这里已经算是重病了 原始点有分重病跟轻重症这两者 那重病就是要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为辅 也就是他的做法应该是重用外内热源 那外内热源我们重病处理 已经讲过很多 这个可以上网去看 重病处理那一篇 怎么使用外内热源 譬如要涂姜粉泥啊 温敷啊还要 然后再来他还有鼻炎的问题 那应该是要按推头部原始点 还有他容易感冒发烧 那这个脊椎两侧也一样要按一按 那这样对他的譬如胜损伤 还有整体来看 因为发烧一般大部分都是全身性 这样等于按下来之后 他整个身体疲惫啊 然后再懂得热源的应用 那这个就症状就可以改善 那再鼓励孩子避开寒凉之余 也要懂得要多运动 加强运动 刚开始不要太过 就是以他身体能接受的范围 去要求孩子慢慢开始动 那这样他体力锻炼好 这个体伤修复的就会比较快 然后如果家属 不想让他喝激素的话 那一开始中断的时候 一般我刚刚讲的 你一停 孩子有可能就会 因为吃一段时间了 他在不吃的时候就会浮肿 他会浮肿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不要太担心 就是加强热源的补充 那这些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 好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那还有一点稍微补充一下 如果他有淋巴结 还有肿胀 那肿胀一般就是患处体伤 对硬结肿块肿瘤部分 如果按推可以在这些淋巴结的周围 肿胀或淋巴结的部分 周围找压痛点 那找出来也顺便帮他按一按 然后涂姜粉泥 那这样他这些肿胀跟淋巴结 也可以获得改善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提问二 母亲七十岁 最近出现食欲不佳 体重减轻 容易累 咳嗽等症状 上网查询 好像是肺癌初期症状 我今年八月才开始听张医师的直播 我深信因果 这个从应治病的方法是正确的 只是对于一个初学者 在操作上不能犯错 才不会严慕病情 请指点 感恩 我的调理方法如下 一 帮他每天按推 上背部 两次 并温敷 睡前 全身按推 舒缓后 水电热炭 二 必吃含量食物 以前爱吃甜食 三 他觉得姜太辛辣 而不愿服食 改以姜三十克 加少许龙眼干 红枣等 每日服用两杯 约有四百细细 四 爬楼梯会喘 但走路运动 每天约有一个小时 改善情况 食欲有好转 体重一样 比较不累了 但夜里还是咳嗽 请老师解答 好 我们看他提问 因为 这个患者 已经七十岁了 他现在 体重减轻 胃口也不好 容易疲惫 咳嗽 好 那光这些症状 因为容易疲惫 又吃不下体重减轻 也就是暴瘦 这几个症状来看 已经是重病了 这个没有什么话好讲 那他大部分都是晚上可居多 晚上一般天气比较冷 所以这些症状都可以看出患者 本身的热能是不足的 然后他认为这个好像是肺癌出奇症状 其实这个怎么会判定肺癌出奇症状 我是 逻辑上好像我搞不清楚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即便是肺癌 癌肿瘤是属果啊 症状也是属果啊 果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 所以很多有肺癌他也没有症状 早期出奇症状 这位提问的患者 而且患者晚上也比较容易咳嗽 所以从这样的看法 重病一定的处理 一定是要以外内热源为主 然后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其他保健方法指的就是 要鼓励患者多运动 然后心态还要充分休息 这几部分都要做好 那他是说 这些症状好像是肺癌出奇 但问题是肺癌是属果啊 果怎么会生出另外果的症状呢 所以他跟症状是无关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想到肺癌去的 那如果即使是 即使是 那原始点就是从症状下手 包括肺癌也会改善 所以我是建议这位提问者 不要想太多了 那有跟没有 其实做法在原始点 他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下一页 那他是 就是帮他做的方式就是 按推上背部 如果以咳嗽 是可以这样的 那如果他还有鼻炎的话 连头部原始点 还是要按的 那上背部 这个加强是对的 那他还有给他电痰 还有避免吃寒良性食物 这个都可以 所以这样做法 跟我们前面讲的 重病应该是 然后按推为伏 那我们继续看他下面的做法 那他患者就是 觉得姜太辛朗 不愿服食 所以他改变个方式 就是姜加红枣 熔眼干这些 那每日浮400cc 这一部分我是这样建议的 因为他晚上咳就是寒 那如果当然加少许 这样那也是可以 如果患者有痰的话 我就建议 可以改吃姜丸也可以 有时候患者水分多 他咳嗽如果有痰 反而痰更多 所以也可以考虑 除了这样吃以外 姜丸也容易吞服嘛 所以这一部分可以 也可以考虑这样 那另外他的运动就是 走路一个小时 爬楼梯会喘 那就是以他能承受的 这样慢慢去做 这样运动应该也是可以 那他做这样处理的结果就是 实力有好转 那体重还没有恢复 也比较不累 但夜里还是咳嗽 可见他的热炎使用已经奏效 因为体力比较好不累 就是体力比较恢复 那从这里来看 应该是好转 因为在重病里面有讲 不管症状有无改善 只要体力有提升 那就是属好转 所以这个整体来看 这样处理下来是有改善 但夜里还是咳嗽 这里可能唯一要提的就是 应该手法出问题 热炎还有他体力都在增强 那体伤如果没有按开的话 他咳嗽就会一直持续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他可能按推部分还要加强 也就是上背部 那个位置要准确 然后按推一定要看看我视频 然后自我再调整一下 然后把压痛给找出来 然后慢慢的 因为他是属于重病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用太大力 一定力道与患者能承受 然后由浅入身 由轻而重 那这样他按下来再加强局部的温敷 局部就是可以涂浆粉泥 再上背部涂浆粉泥 我是这样建议来回三次 这个在重病处理都有讲 可以上网去查 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要特别加强 那我相信他咳嗽就会改善得很快 好 那这个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三 吸痛已有两年 每次按推臀部都非常痛 张医师说 若无法立即改善 可在膝盖周围找出压痛点按推 膝盖周围换处 并没有像臀部那么痛 请问是否需要补充内热源 每次按完 每次按推完 有温敷三四十分钟够吗 是哪里做的不对 才拖这么久 请老师回答 好 这个膝盖痛已经两年 那我们前面讲了 痛多数他处提伤 所以重点在按推 那如果患者体力还很好 是不需要补充内热源 也就是你只要把大开关 也就是原始痛点 臀部的原始痛给找出来 那个压痛给找出来 然后按推 照理应该可以立即改善 那之所以没有办法立即改善 那就不是他处体伤 就是患处体伤 但这里我会比较担心的是 这提问的人 他应该手法会不会有问题 以我的经验 大部分膝盖痛 尤其已经两年了 更可以确定他一定是他处体伤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患处体伤 他在临床上 那个膝盖痛会来得很急 然后痛得很严重 甚至还会肿胀 这个急性的 比较有可能按推 没办法立即改善 那如果都已经超过几个月 何况是两年了 那两年了 表示他那个痛是可以承受 只是很不方便动一下 可能某个姿势他就会痛 像这样一听 几乎就更可以确定 这个一定就是他处体伤所致 我再举 比如说 刚刚我们开今天的讲课 就是从五十间开始讲起 那五十间如果他来的时候很痛 比如说脱臼 那个痛会痛到他冒汗 甚至那个痛苦的 就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 那如果没有立刻把他脱臼接回去的话 他那个痛是不可能立刻止的 那这个你用原始点按推 他没有办法奏效 所以重疾性的比较有可能 或是你在搬东西突然间一伸 然后腰就动弹不得了 那这时候按推没有效 无立即之效 那这个就可以判定是患处体伤所致 这种都比较常见 但如果你说腰痛已经两年了 然后常常这里痛一下那里痛一下 以我的经验只要痛两年 也就痛几个月以后 那这种慢性的疼痛 就更可以确定 应该八九不离习的 就是大数体伤所致 所以听你这样一问 几乎就可以确定 这个一定就是臀部原始点的问题 那臀部原始点他说按推 膝盖周围没有那么痛 因为找不出压痛点 因为本来就是臀部的问题嘛 那他臀部都非常痛 那如果都非常痛 你也不能按身的话 那可以先温敷 先温敷等热源进去 你再按 然后慢慢的以他人接受 然后慢慢由清而重 慢慢一层一层的进去 如果怕痛的人 不要用我们一般的手法 你一按痛他就不让你按了 或是他会奔紧跟你对抗 你这样按下来也是无效 所以常常就效果不好 所以一定要先温敷 然后按推一定要有耐性 由清而重 譬如如果他能承受 那我们当然处理上时间就比较短 也比较快能帮他解症 那如果他很怕痛 你慢慢的按 哪怕十分钟二十分钟都可以啊 你就以舒缓的方式 慢慢按进去 那他会很舒服啊 然后按到 倒在一层一层的进去 就可以把他痛给解除了 所以我认为手法上 应该是出了问题 这里不甘热源的问题 所以热源我就不想再回答了 因为他那个根本 手法出了问题 再谈热源也没啥意思 那再来他说 为什么是哪里做的不对 拖那么久 其实如果是臀部原始痛点的问题 你按的不准确或是怎么样 一步两阶是拉筋啊 拉臀部的筋啊 可以慢慢扶着楼梯 慢慢做这种抬腿的运动 也就是爬着楼梯 试着这样爬 慢慢的爬 也就是用拉筋的动作 这样对他自己努力改善 也会有帮助 那是不是要热源呢 原始点按推跟热源 是可以一起用的 那如果他只是轻症 因为我们四肢属轻症 那按推完一定要在温敷 那温敷如果他是轻症 如果你按得对做得好 应该三四十分钟也是可以的 因人而异的 如果他身体比较虚 那就可能时间就要久 所以他的问题 热源的问题不是重点 应该是在按推 第一个手法 还有按推的观念 可能也不到位 就是一定要由轻 先温敷 然后由轻而中 慢慢把它按推进去 这样就可以解证 好 我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四 45岁 男性 罹患淋巴癌 偶有腹痛 腹胀等症状 最近有发热 38到39度 倒汗 医生说 若器官受到淋巴癌压迫 以后也会影响肠胃功能 有可能出现便血 建议进行化疗 否则淋巴癌会造成淋巴系统损害 免疫功能会渐渐失效 好友学过原始点 建议我上网了解原始点 我从直播视频中了解 但答疑里面 没有找到处理淋巴癌的症状 医生说 淋巴癌患者 都必须要经过化疗 但我现在是决定不去做了 10月初 我已经从生活中 开始去落实 10月底 就没有再腹痛 但还是偶尔 觉得有腹胀的感觉 这几天发现 腹部消了一些 感觉也不胀了 但是晚上睡觉 还是倒汗 昨晚有点发烧 38.5度 请问我出了按推 老友帮我全身按推 每周两次 补充内外热源 不用机会推荐的姜丸 每天三次 每次10克 急运动 每天爬山 约有一个半小时 还需要注意什么 请老师答疑 我们来先就他的症状 看一下 他这个患者是 算中年了 那就得淋巴癌 那他的症状就是腹痛跟腹脏的症状 那还有最近有时候会发烧倒汗 那医生会说 万一淋巴癌压破器官 以后就会影响肠胃功能出现变血 所以建议要进行化疗 这种讲法 第一个先把西医的说法 用原始点来谈一下 是不是淋巴癌就会造成症状 我这里已经不断的讲过 就是淋巴癌也是属于果 那症状也是属于果 那果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也就是淋巴癌不会造成 理论上绝对不会造成 以后会压迫什么 会影响肠胃功能 会出现变血 这种听一听就好 也不用太执着 那既然西医中讲法 果不生果就可以把它厘清了 那我们应该更重视的是症状 原始点也好或中医也好 都是以症状为主 而不是管你有没有癌 那你的症状很明显就是 腹痛腹脏 那还有发烧倒汗 那如果你是身体已经比较虚了 我的建议是要加强 刚刚讲的 如果身体比较虚弱 那就一定要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服 所以你下面有提到 我们看下页 你说你已经决定不化疗了 那也开始落实 从生活中落实原始点 那到十页底 你的腹痛跟腹脏的感觉 腹痛就没有了 但偶尔还有腹脏 表示症状也减轻了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那晚上还是有倒汗 有时候会有一点发烧 那他你的朋友帮你按推一周两次 我认为按推要加强的 应该是在腹部对过来的 就是可能在下背部 这里应该可以找到压痛点 那只要把压痛点找出来 你那个腹脏是可以完全好的 那如果有一点发烧 会消耗热能 这个一定还是要加强热源 好那你加强热源的方式 就是吃姜丸 就是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的姜丸 我认为是不错 那还有基金会 那个是秘乳 秘乳姜有机姜做成的 那这样服用 我认为对你体力会有帮助 那你还有就是每天爬山约一个半小时 这样的运动量非常好 因为以你这个年纪 这样的运动量我觉得很适合你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这样说来 你该做的我觉得都做得蛮到位 你朋友如果加强这个下背部的按推 那还有你还有运动应该就可以 那如果还要我提建议的话 一般如果要加强热源 还有一个方式 尤其腹部的话 我会请就是希望你 有时候也可以尝试姜灌肠 只要腹部的都可以用姜灌肠 然后再配合你朋友的按推 然后还有你的运动 我相信你一天一天会好转起来的 那就加油了 好 这个部分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五 张医师好 原始点成为一门医学 是当之无愧的 诚如张医师所说 原始点已经具备了诊断与治疗 而且没有侵入性 这真的是一门现在或未来 都是值得推广的一门医学 是众生的福报 目前在国内传播上好像有一些障碍 被一些利益之徒利用原始点搞生意 开按摩院养身影 那些手法都要收费 违背了张医师民的公益 无私奉献的初衷 另外现在原始点还没有茁壮 成为医学也会被中医和西医打压 墨学有个建议 如果说我们暂时不成为医学 用原始点自然疗法来推动 等到真正成为流行后 它就自然成为一门流行医学 也就是说现在不急着去界定或者分割 划清界限 但在实质上 我们是可以弥补不完善的西医 请老师解答 对于这位学员的这样的建议 很感谢你 但是我还是有我的一些看法 比如原始点之所以会称为医学 我们一开始第一页就已经把整个医 什么叫医学架构 讲得一清二楚 其实为了医学这一个问题 有时候我也会去问西医 西医有时候也讲不清楚 光一个医学就讲不清楚 到底要具备什么要素 很多学医本身他是讲不清楚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 所以还有各种什么 什么保健医学 什么还有预防医学 自然医学 什么各种医学都有人在称 所以第一篇我们就讲 什么叫医学先把它界定 那医学它一定要有理论跟临床 那理论当然很多了 中医的理论跟西医的理论 也是不一样 那原始点的理论跟这两者 也是不一样 那所以理论部分就不需要多探讨 只要能够言之整理 成为一个系统 那这样又能够落实到临床 这样就应该不会有错了 这个理论的部分是这样 那临床部分呢 医学最重要的有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诊断跟治疗 那诊断在中医就是以 在内治法就是以旺文文切 然后再变体质 然后给予中医 一般是这样 那如果是外治法 它会通过经络理论 然后决定针灸的穴位 再施疑这些处理 然后就可以达到解症的作用 那很明显 从中医来看 它的它都有 外治法跟内治法 都有一套诊疗体系 我刚刚讲的 那它那个试疹心法就是诊断 辩证 那经络理论也是一种 诊断的医境 作为针灸穴位的 诊疗医境 很明显 所以这个医学 一定要具备诊断跟治疗 那西医有没有诊断跟治疗 也有啊 西医如果就这一部分来看 西医的医学 它本身有用仪器检查 然后检查出来的结果 他们就是称为诊断 再从检查结果进一部分析 然后再配以中药 甚至外治法还要配合手术 都有可能 好那这样来看很明显 来探讨医学的话 医学在临床上 它最重要的两部分就是 诊断跟治疗 好那只要有这几部分 那已经具备医学的实质了 那我们来看原始点 能不能成为医学 先就我们探讨医学的角度来看 原始点也有理论的部分 这理论的部分花了差不多将近 光写啊 2006年出版到现在还在写的话 那也经过了15年 光理论部分 就是为了建立一套 这个理论体系 就花了写了15年 第一招 一条脊椎脊七处的大开关 花的时间还要长 好那理论的部分 建立起来 那理论 落实到临床 一定要有诊断跟治疗 那这一部分原始点 已经比现有的医学 又更超前 我之前也有讲过 他在按推的时候 不只可以达到解症 也就是治疗的部分 那还可以按推有效无效 而分辨出 到底他这个病症 是由他处体伤 或患处体伤所致 所以他又有诊断的作用 也就是在按推的过程中 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所以他已经是算 诊疗合一 那以放眼之前的所有医学 从未有见过 有一套医学 他是可以做到诊疗合一 你看西医 他帮你全身检查也好 可能就要花好几天 他检查完 又经过医师的判读 影片跟数据 然后再通知你 那你有没有病 那这样已经一段时间 万一有病 他们又会告诉你 应该接下来要怎么治疗 光这样就很繁复了 那中医 你看他的诊疗体系 就我刚刚讲的 外治法有外治法的诊疗体系 如果有症状通过经络理论 然后来决定针灸穴位 那如果是你要内治法的话 要开中药 那就要通过试诊心法 然后来变体质 然后来给中药 好 那这样看来 医学的诊断完再来治疗 原始点是最快速的 他通过观察症状 就马上知道你的体质 也知道你体伤位置 大约在哪里 然后再配合按推 马上所有答案都清楚 等于在诊断的过程中 也在治疗 这个已经算是走在医学的最前面 所以每次我想到这样 一则以忧啊 一则以喜 喜的就是原始点 确实突破了旧有医学很多 但现有的医学 包括现在的西医 他用的他们西医的角度 来看原始点 自然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解读 这是一则 然后到底他们的看法 是否准确 其实在西医 我就说嘛 从医学的架构 光治疗的部分来谈 他治疗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他不管是配以西药 打针吃药这一些 甚至接种疫苗 一样都是 都是以含良性的 没有保健的功能 那手术呢 手术也是破坏身体 然后直接从患素下手 也容易消耗热能 所以西医的部分在治疗 治疗有分医疗与保健 他只有医疗 所以我一再讲 西医他的观念就是 你只要谈治病 那好像治病就是医疗才能治病 那你就犯了 如果从中医的角度就不是这样了 中医他的治疗方法有三项 比如一针二灸三用药 我们前面医疗与保健都讲过 那针针灸穴位就是医疗啊 他直接可以针下去可以 如果高手的话 下针立刻可以帮你解症 那灸跟药就是外内热炎 就是我们的外内热炎 然后外内热炎属于保健 因为他是让你体质改善 改善之后身体就会自我进行修复体伤 达到疗医疾病的目的 他是这样来 因为本身人体就有治疑力嘛 那他给他一个动力 也就是热能力 那如果在我看法就是像温补 温补的中药 那以皇帝内经就是让他的正气 正气足则邪不可干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甚至疗医疾病 那以原始点来看 那原始点跟中医也是一样的 他按推属医疗嘛 如果外内热炎就属保健嘛 所以真正的治疗是应该有 按医疗还有保健才算完善 所以就整个医学的架构来看 中医又胜过西医 但我只能说现在是西医主流嘛 他看中医有时候也看不惯 不是他只有看原始点不惯 因为现在的所有医疗法 都是由西医来用的 那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国家 就是以西医的医疗法 来限制所有的医学 那因为中医他是在 发展已经几千年甚至比他早 他也无从去否定他 所以从整个的架构来看 医学的架构 是中医又胜过于西医啊 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啊 有一点感觉中医 好像在被边缘化或没落 事实上中医是更完善 好那从原始点来看 那原始点很明显啊 他在治疗上按推与热源 我刚刚讲也具有医疗与保健 他都有啊 所以他也虽然他很简单 但他都就好像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他所有的该具备的都有具备啊 而且都把医学简化 好那在刚刚你提到 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称医学 因为你看西医现在独大 他说你哪里错就错 好那你说就用自然疗法 也有了 现在医学上也有称自然医学 那自然疗法 自然疗法就是没有诊断 只有治疗的方法 称为自然疗法 但原始点又有诊断 这样说是不是有一点跟事实不符呢 那我认为原始点 我写了这几年 就是这一二十年来 就秉持的一个观念 就是原始点一定要如实来写 你观察这些现象 你就要具实以来写 而不能那明明就是有诊断 也有治疗 你却说自然疗法 这个是说不通的 这个是你是为了怕被人家取缔 然后就开始降格以求 这个是不对的 那以后人家读原始点 那一读就知道 那你明明有诊断 怎么会是疗法 那明实不符容 那如果说原始点是自然医学 这个是可以 自然医学就是 因为它没有侵入性 又不用妖物 完全在生活化 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问题为什么原始点 如果你说原始点是自然医学 那当然它也可以这样称 那如果说原始点医学 也可以跟中医并驾齐齐 那也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中医该具备的它都有啊 中医它的经络 它有十四条 还有三四百个穴位 原始点有一条脊椎七处 然后又有可以找出压重点 不用穴位 所有的它的效果 又跟中医 甚至比中医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它都有啊 那外内热源揪 它只不过一个艾田 以艾草面积小时间短 自然发挥就有限 那原始点不会啊 它可以用电热器啊 就是日常生活软贴软 这些都可以用啊 那它的应用更广 所以等于中医有的 原始点都有 那你说中药很多种 那原始点只有大部分就是 那内热源就是江 江为主 外热源也以江为主 然后还有配合一些其他 一些比如饮食的调味料啊 辣椒胡椒花椒这些 好那这样也可以达到中医的 虽然不用药 但事实上也具备了这样的食指 好那我刚刚讲 都已经具备了 那我说它是自然医学 我认为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原始点 原始点不要说 它自然好像就 没有侵入性是 到底跟西医中医又有什么分别 我认为 其实医学就是医学 也不要说我是自然 他们不自然 我认为从这一点分 看不出原始点的优点 原始点真正的优点是 你看 诗医要读七年 中医也要五到七年 那读了那么久 你在临床上应用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原始点不是 它整本书薄薄的 差不多一百页左右 然后里面包括理论 还有实际应用都写得很清楚 不需要花很长时间 然后又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原始点更可贵的 它是先做出来之后 再把理论整个完善 然后把也就是诊疗方法 还有因缘果理论 把它一步一步建构起来 所以这样以后读医学 它变得很简单 它不只是自然医学 它跟这些西医中医比起来 根本一点都不逊色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人委屈说它不是医学吗 我只是用一个疗法来说吗 那这样我怎么对得起我自己 也对得起以后的这些民众呢 明明就已经完全具备了医学实质 只是可能考虑西医的问题 还有考虑再传播的问题 这是一个我的看法 所以我也感谢你说 那你们在推广 因为有人误用或是怎么样 其实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称医学当然就有致病 但是如果你应用原始点 因为它既不用药物 也不用侵入性的治疗 根本没有医疗行为啊 你怎么会被取缔 你只要说我用来保健 因为西医它的疗法就是说 你不要说致病 你致病就是好像侵犯了 我医疗的领域了 那当然它就会取缔你 如果你是医师的话 那你也不会啊 你说原始点医学 谁会取缔你 因为医医师本来就是致病嘛 那你用原始点医学 原始点也不 你用原始点医学 也不会被取缔啊 所以你之所以会 有些会被取缔是 因为你没有医师资格嘛 然后你又讲你可以致病 那这个就犯了医疗法 那原始点它因为它是生活化的医学 而且它也不认为 有一方有一法可以致病 真正能致病的是身体本身 一直强调这样 所以包括这样它也不能致病啊 所以我用汽车跟汽油 上次都已经讲过来比喻 这些都讲的已经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原始点它本来就不致病 你们不应该就说原始点 很多人在推广的时候说原始点致病 那病之所以人好是靠你啊 而且原始点一再称 患者本身一定要自救 懂了 然后你自己包括按推 热源 然后运动 心态良好 充分休息 哪一种是有伤害身体 完全都没有 而且都是在生活中 你就可以做到 那你这样说我心情好会犯医疗法吗 教患者心情好会犯吗 教他要多运动 这样也会犯医疗法吗 你可以跟他讲啊 你运动完 那身体会比较舒服 或是怎样 那就可以达到 提升你的自愈力跟免疫力 这样来达到自我疗医疾病 你自己疗医的不是我给你的 谁会说你这治病 那患者也要有这种 原始点是一个自救之王 告诉你一条路你自己去走 所以原始点是以教育为主 所以真正懂原始点 我相信在主事者包括西医 他根本不会取缔原始点 我不认为他会取缔 第一个他医学理论确实是具备 那表示怎么样 既称为医学 医师也可以用 一般民众也可以用 但医师用的唯一差别跟民众 唯一差别就是他可以说治病 那民众你不要说治病 你就说那原始点的方法只有 比如对重病患者他只有几项建议 比如第一个要善用热源 第二个要懂得按推 按推也没有侵入性 很多按摩都在按 这个也不至于让你犯了医疗法 那再来叫你一定要心情愉快 然后观念清楚 不要吃一些寒凉的造成身体的负担 这会有错吗 然后叫你要多运动也不会有错啊 叫你不要熬夜打一些游戏 游戏机 然后看电视看到太晚有错吗 不会啊 那这样对身体才好嘛 所以如果你是一般民众 你从这几个角度去切入 我相信也没有人会取缔 那跟我认为到底是不是公益跟收费 我认为你既然没有医师 只是你又收费那就已经构成了 又如果万一又说你在治病 那别人不取缔你才怪 你已经构成了这个医疗的交易规则 所以鼓励患者如果要做善事 也要有智慧 就是如果你用原始点 你真的纯粹是要帮助人家 那最好我建议是做公益 因为你也没有医师职制嘛 那你发真的大心想帮助人 那你就告诉他有这几个方法 运动难道是我帮你运动吗 当然是患者本身他要运动 我叫你要心情要保持良好 不要每天担心东担心西 我告诉你你是患者要做啊 我虽然心情很好 但我也不能因为我心情好 就你的病就可以改善了 是要你心情好才可以啊 所以心烫也是患者要去调整 那休息我每天都正常休息 那患者如果不正常休息 他病了我又能耐用 所以这些都是患者要自己做 才有效 有时候患者也会问我 那张医师啊 我身体都很累了 然后还要运动吗 我说当然要运动啊 那能不能我一个礼拜运动个一两天啊 或是我运动只要一二十分钟就好啊 除非你是重病已经体力没有 如果你是稍微一些病 但体力还不错的话 你不运动然后告诉我你有多为难 我也帮不上你的忙 我常常开玩笑说 那要不然我帮你运动好 我就多爬一段 多爬几层楼 那但是我替你多爬你会好吗 所以很明显 这些包括运动休息啦 心态良好 都是患者可以自己做的 然后包括热炎有时候也可以自己做 然后你只要观念清楚 然后身体就可以提升自我的疗愈力 免疫力 来达到自我解决疾病 所以他是自救之法 所以如果真的懂 我不认为他为什么会被取缔 为什么他不能 就是你们在推广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真的是不了解 那除非执行者他不了解原始点 然后你们又说不清楚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我做我该做的 如果做该做的 那这个医学如果不能推广出去 那就是原始点一定有问题 但如果原始点医学 如果是真正就像我书上说的 在西医有问题 在中医又不能解决我太太 癌肿瘤的疾病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医学有问题 必须有一些方法 来弥补这些医学的不足 所以我才会渐渐走向这样 一点一滴从患者身上 才摸索出这样的医学来 那这样的医学又简单又生活化 每个人都可以用 你医师也可以用 民众也可以用 那我说医学 医师说这个是医学 那我用的就更理直气壮 那如果你不是医师 但是你说我是在医学治病 那肯定人家要取缔 就是我刚刚讲 所以你要有自知之明 你本来原始点医学 就是自救之法 我告诉你方法 但我又不收你钱 我只是建议 有问题吗 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之前为了这个问题 原始点医学 我也请教过一些卫生主管 包括在台湾的一些主管 那之前也去大陆多场演讲 那也有一些卫生单位 我也就这些问题跟他们探讨 最后这些比较研究法规的 这些人员 他们说原始点医学 到底有没有问题是一个假议题 我只能说是假议题 根本不是问题 那你要怎么写 本来医学就是可以讨论的 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应 再来加上我刚刚讲的 如果要帮忙民众 你就要把如实表达 不应该 他明明就已经具备了 诊断跟治疗 而治疗又有医疗医保健 这样好的方法又有理论 你不称他医学 你自我委屈说疗法 难道西医就会放过你吗 如果他真的要取缔你 你说这是原始点自然疗法 然后我帮人家按推 然后收人家的费用 难道你不会被取缔吗 你只要说治病你管理说是疗法 照样被取缔 然后再来自然 从自然医学我去上网查过 自然医学目前要有诊断跟治疗 跟中医西医一样 比较具备 尤其我认为如果以诊断治疗 跟医疗与保健 是中医最完善整个医学架构 那有没有自然医学向中医 好了即便没有达到中医的标准 就达到西医的标准好了 有没有这样好像也没有 所以目前自然医学 我认为还不成气候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你们也可以上网去查查看 什么叫自然医学 所以因为这个问题 我常常会被问 所以这一次我干脆就一次讲清楚 好 那我今天 对于这位学员的发问 我就回答到这里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 六 影响身体之源 缘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 可帮助身体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作用 从而达到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 疗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各种因素 称为医疗保健之源 反之会伤害身体 导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及热能严重耗损 从而造成症状 体力下降 乃至命危的各种因素 称为伤身致病之源 可见 缘要影响果 必通过因 但若忽略身体运作 或体质差异的因 却只谈医疗保健之源的功效 或伤身致病之源的影响 就会犯了七阴谈原 而说原 治果 或原生果的过失 换言之 致命在治疗上 七阴谈原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医疗保健之源 如药食 按推 针刺 手术等 可疗愈疾病 而说原治果 或在诊断上 七阴谈原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却谈伤身致病之源 如细菌 病毒 风寒 情绪等 可导致疾病 而说原生果 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是要在生活中 落实医疗保健之源 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但原的作用 并无绝对性 比如运动 虽会消耗热能 但适度运动 反而有助于身体 将食物吸收 转化成热能 又如按推 即热源 虽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但过度了 反而会造成体伤 及消耗热能 所以 原继续在身体承受范围内 才能达到 改善体质 乃至疗愈疾病的目的 这一段蛮长的 我们从开头来讲 就是 会影响身体的 我们称为炎 那炎有分善炎跟恶炎 那我们这里一开头讲 可以帮助身体的 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作用 也就是可以改善我们体质因 如果从中医讲 简单的讲就是改善体质 可以改善体质 然后体质改善了 就可以达到进一步达到 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 然后还可以疗异疾病 及增长寿命 好 这些 简单讲就是生老病死 就可以 让你改善 那不是 这些改善不是让你不老不病不死 不可能 只是说你有疾病 很快就会疗异 那如果你衰老太快 因为做对了那就可以延晚衰老 同样生命也可以拉长 对你的 生下来的老病死 就可以得到改善 那这些可以得到改善的方法 就是可以改善身体体质的各种方法 我们称为医疗保健之业 反过来说 对身体有伤害的 也就是恶言了 前面都是讲 能够帮助我们的善言 那反过来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恶言 那比如说会让我们器官运作失调啊 那还有也会消耗我们的热能 进而造成症状 那使体力下降 甚至热能耗尽了 就命危了 这些因素 我们就称为相生治病之业 所以简单的讲 如果来划分有两种 善言对身体有帮助的 称为医疗保健之业 对身体有伤害的 我们称为伤生治病之恶言 就这样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下一页 所以很显然你身体改善 或比如说你有疾病 那疾病改善或疾病恶化 那这个都会受盐的影响 那盐影响什么呢 影响我们的身体 那身体恶言 比如说你熬夜啊 劳累啊压力啊 这些恶言 甚至车祸撞伤了 那这些恶言 就会造成我们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也就是伤了身 然后压力这些会消耗我们的热能 所以我们体质变得更差 才会导致疾病 所以也就是这些恶言 一定要透过身体 才会导致疾病 反过来说你好的方法医疗保健职业 也要透过身体 身体改善这些疾病才可以自我疗异 所以我们原始点跟西医最大的不同 就是西医常常会说 某一种药可以治某一种病 比如这个药可以降血压 这个药是利尿剂 这个药是镇定剂 可以帮助你睡眠 这个药是止痛剂 可以帮助你止痛 类似这样 那原始点认为 这些包括利尿也好 止痛也好睡眠也好 只要你身体运作正常 这些症状都会消失 也就是你只要给身体对的 那身体就可以达到自我修复疗异 来达到解决疾病 而这样的观念 跟西医是最大的差别 而跟中医是接近的 事实上中医的外内热源 酒跟药不就是保健吗 这些保健 还有包括针刺修 都是让整个运作顺畅 还有热能恢复 来推动组织器官 维持这样正常的运作 来达到自我疗医疾病 可见疾病从中医或原始点的角度 都是以自我疗医这个角度去看的 但西医一直强调的 我说的盐就可以治病 但盐不管你医疗方法再怎么好 你还是要透过身体 如果你身体很差 比如已经烟医一息 你再给他含良药 或打点滴 病情不但不会好 有时候甚至还会加重 危机生病都有可能 所以很明显 你盐也就是各种方法 不管你是医疗或保健的方法 你要来解决疾病 你还是要透过身体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 炎药影响果必通过医 他这个程序是不能改 也就是医学再好 你都要靠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你都要考虑到这一项 然后才能达到最后患者解决疾病的问题 那但是如果你一直强调你的医疗方法有多好 能治什么病但却不谈身体 那一定会出问题 那我们这里就举例了 但若忽略身体运作或体质差异的因 也就是每个身体的运作或热能 这些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这些体质的差异啊 那你却只强调你的医疗方法有多好 那或是特别强调说 这个炎也就是恶炎 我们来谈恶炎 比如说病毒这一次病毒 感染病毒就会产生多严重的疾病 但却忽略了体质的问题 有些人感染了但没有症状 有些感染病情就一下子局局恶化 那都是因为体质引起的 不是因为病毒有多猛烈 很多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说 哎呀有新冠病毒 他死亡有多高 然后变种病毒死亡又有死亡力又有多高 然后他们感染力又有多高 其实应该讲 这些影响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而有所不同 所以一直强调炎而不谈因 这种说法都是犯了 我们前面讲气阴谈炎 而说炎治果或炎生果的过失 也就是你强调这个药有多多有功效 但却不谈身体 才是最主要影响的因 那这样就会犯了 庆阴谈炎而说炎治果的过失 那如果你一直强调病毒 我是举例啊 病毒有多猛烈 然后才会造成严重的疾病 这也会犯了 你如果不考虑身体的 每个人体质的差略 那这样也会犯了 这个炎会导致疾病的说法 所以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 这个跟中医其实 从中医的角度也可以说得通 中医前面我讲的 黄帝念经就有提嘛 正气阻折邪不可干嘛 你体质感非常好 你没有体伤 你即便有二元病毒来感染 你是不会有症状 因为有炎还要有体质受影响 然后因炎何合才会产生果啊 这个炎要影响炎才能导致疾病 不能说炎就可以导致疾病 所以这个也是中医讲正气阻 你邪是不可干 因为只有炎但没有体质的受影响 没有体伤那是不会导致疾病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就做结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不要在治疗上 忽略了最重要体质的因 而去谈这些炎 却谈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医疗保健之炎 这里有举例啦 如药食按推针刺手术 这些方法都是属炎 不要说这些炎可以疗异疾病 也就是这些炎可以治疾病 这样说法是有问题的 也就不能说这些有治病的功效 简单讲 这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举例 我再复习一下 前面有说那姜有没有治病功效 我们说没有啊 这样子就像汽车的石油 你汽车不能发动 你自然就没有空调导航音响功能 但你一加油了之后 你再发动就有了 这些功能就有 但你不能说汽油具有 导航音响空调功能 同样你喝姜喝进去了 那你咳嗽也止了 那你还有发烧也退了 但不能说姜具有治病功效 姜是就像汽油 它没有这些功能的 它是因为你进去有了姜这个热源 来改善热能不足 那我们有热能够了 推动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 才达到治病的功效 所以真正治病是在 因哪也就是我们体质 器官运作正常还有热能 去推动才有办法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药食 直接就说药食就有治病功效 我们前面讲 这个就等于信音谈言 而说研制过了 这是说法 逻辑上是有问题 那后面的按推真是 我们也都之前也有讲过了 就不再重复 所以这些如果说有治病功效 是不能成立 好那在诊断上呢 诊断上也不能信音谈言 因为诊断上最重要 就是所有的病 其实身体都可以达到自我疗异的 那你又不谈身体的功效 却一直谈你的医疗方法有多好 却不考虑个别体质的差异 那这样也会出了问题 我们这里举了 比如刚刚讲的续菌病毒 还有风寒情绪 可导致疾病 而说研制过 如果你没有体伤 你有时候情绪一来 你也不会 就马上有什么问题啊 但如果你已经有体伤 然后再加上发大脾气 然后再进一步消耗热能 导致体伤严重 那当然疾病就加重了 这个所以一定是身体 这个炎影响到身体 才会导致疾病 而不能说这些续菌病毒风寒 本身就可以导致疾病 这样说就忽略了身体 最重要部分 也就是身体 才是真正的关键点 好 那这个之前也都有提 讲过了 我只是在这一段 再把它重复一下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我们了解了之后 炎对我们身体影响这么大 那你要健康长寿 甚至预防疾病 那最重要就是 在生活中要落实 医疗保健之业 好的炎 好的方法 我们尽量在生活尽量做 什么好炎 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运动啊 良好心态啊 要充分修营 这些好的炎要尽量做 那要温热性饮食啊 不要吃寒冷啊 这些都是医疗 医疗保健之业 那避开伤身致病之业 比如现在病毒 那我们就要尽量避开 要戴口罩啊 勤洗手啊 避免它感染到我们身体 尽量避开这些伤病之业 当然伤身致病之业 后面会讲蛮多的 我们大致提一下 那这里有进一步提 就是炎的作用并无绝对性 这里举运动 运动虽然很好 但它会消耗热能 所以如果重病患者 你一下子运动太过的时候 会把原有的热能就消耗掉 可能你运动完整个人就垮掉 然后就恢复不来 体力就急速下降 我就遇过很多重病患者是这样 所以运动它一定要适度 所以运动虽会消耗热能 但适度运动 这里特别提出 是要适度运动 反而怎么样 在消耗热能的同时 它让我们组织器官 运作更加顺畅 那这个有助于 我们将来食物吃进去的时候 就可以快速转化成我们需要的热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 那运动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吸收热能 所以不是绝对性 好我们后面又有提到按推 我看下一页 我这里也提嘛 就是按推热源 他们虽然都可以改善 我们器官正常运作 还有补足热能不足 但你过度按推会 也会把人家按伤 按到肿都有可能 然后热源如果太过太热 有时候会烫伤 反而消耗热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盐一定要在身体承受范围内 这个是一句很重要 也就是患者能承受的情况下 才可以达到改善体质疗疑疾病的目的 好这里特别点出就是你看 这些盐虽然很好 按推与热源都很好 但你要考虑身体能否承受 不能超过 所以我们说盐要通过因 才能达到改善疾病的目的 才能改善疾病火的目的 好那我们这一段就解说到这 我们继续看下面 一医疗保健之源 医疗保健之源 可再细分为医疗之源 如正确按推原始痛点 或换除痛点 即保健之源 如善用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 此处善缘 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中边患者转危为安 好这里也只是详细的举例 好那这里文字都很简单 也没有特别要强调的 好我们就不再加以说明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好伤身致病之源 二伤身致病之源 伤身致病之源 如错误观念 缺乏运动 压力 生气 熬夜 劳累 外感风寒 中暑 要是过冷 或不解便智 不当检查 即手术 外伤 烫伤 环境污染 化学毒液 毒气 如化学废气 煤气 涼气 涼气 天然气等 毒物如毒蛇 毒脂主 虎头蜂 蜈蚣 毒蝎 毒蚊 毒蚊等 各类毒虫 即有毒植物 即各类细菌 病毒等等 上述各种伤身致病之源 或可直接造成体伤 或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影响体伤 至于产生症状 故需尽量避免 这一段都在介绍什么是伤身致病之源 所以刚刚这样读下来 这些文字也不难理解 反正这些伤身会伤害我们的 这些炎 我们要尽量避开 所以这一段重点在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那万一如果你没有避免掉这些呢 那就容易让我们身体受伤害 那体质受伤害了 自然就会导致疾病 所以对于这些举例的 我们一定要避开 所以前面就在讲 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就是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源 也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在日常就要落实 那反过来伤身致病之源 我们就要怎么样 在生活中就要尽量避开 这是简单讲 如果从修身养性讲 就是要断恶修善 恶的当然我们就要避开 那善的我们自然就要多接触 这是一般的概念 那修身养性是这样 治疗身体何尝又不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来看 万一如果你没有办法避开这些伤症致病 然后导致疾病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 若已造成伤害 则需考虑其中较危及者 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物 及特殊细菌 病毒等所伤 会使热能大量消耗 导致体力下降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处理此类疾病 必须通过观察症状 善用外面热源 并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除痛点 以加强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如此 才能处于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然而西医从果治病 通过医器检查 以含良性药 来止烫 解毒 杀细菌病毒 及控制症状 殊不知 如此诊疗 不仅与病无益 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究其原因 固然与含良性药有关 但关键是 西医将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譬如流感 西医是以对付病毒为主 但病毒 既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本身 所以 才会检查有病毒 却未必有症状 以疫苗处理病毒 不但不能解除症状 还超出致病范畴 有病毒属源 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 只需暂避风头即可 由此可见 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已产生抗体 对抗病毒 是医学中的一大误区 事实上 不论是为了解决 或预防流感 只需通过观察 按推原始痛点 及结合外内热源 就可达到 致乙病 或致未病的目的 明了此理 诊疗才不会误入歧途 将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 作为对象 局一反三 其于伤身致病之源 亦应做如实观 这一段还蛮长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万一你伤身致病之源 不能避开 然后这些已经造成你身体伤害 我们就需要仔细去思考 其中有比较危急 当然也有不危急 比如你有时候生气 或想对一件东西太执着 然后反复思维 到最后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明天起来再补眠 应该也可以修复 但有些不是这样 有些如果像烫伤食物中毒 这里举的 包括有一些 你感染了一些 比较特殊的病毒 那他们会怎么样呢 会使你热能大量消耗 而且体力会急速下降 比较严重还会危急生命 那我们来看面对这样的困难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看下一页 好处理此类疾病 如果以原始点 那应该是不难处理 就是第一个先观察症状 从果推因 这些症状 到底 因为我们观察症状 第一个就可以看出 这个疾病是轻还是重 变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 拟定处理的方案 比如说如果重病 这些比较严重是重病 那当然就是要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我们说这些比较严重 会严重消耗热能 就是属 简单讲就是讲重病 好那重病 观察症状 属重病 那我们就要善用外内热源为主 然后并且还要配合怎么样 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 也就是不只要有保健的手段 还要有按推来改善病症 也就是按推它可以立刻解症 那如果做得妥当的话 那这些好的方法热源也好 按推也好 就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 中医讲体质了 那原始点就是改善我们的 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样就可以加速修复 我们自己身体 提升我们的治愈力免疫力 达到治愈疾病 很快就可以达到治愈疾病 那即便是重病患者 因为你这样做得对 也可以转为为安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但是面对这样 前面是重阴治病 中医也是重阴治病 跟原始点一样 那西医比较不一样 他们是重阴治病 那什么叫重阴 重阴就是 刚刚我们从医学来分析 西医的治疗 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也就是重阴治病 也就是重阴治病 它有一个特征 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也就是它是通过医疗方法来处理 另外一个就是重阴治病 还有对外治法 它是从患处下手 也就是从疾病症状 本身下手 或是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管异常形态也好 或是组织受损 甚至连盐 因为盐已经感染到你的身体 西医也可以用仪器检查出来 那他们也就是西医从果治病 它是一定要通过仪器检查 作为诊断 然后诊断出来 它所有的药 因为从果治病 我刚刚讲的 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那保健就有温热性 也就是外内热源 像中医的灸根药 温热性的中药 温补身体 那西医没有保健的 这一方面的治疗 所以他所用的药 全部都是含粮药 那而且他的治疗 是从我刚刚讲的 是从患素下手 你看你烫伤 他就用含粮药 来指你的烫伤的部位 然后他 你检查出有续境病 病毒 或是已经受毒气 他们就会发病 或舌毒咬伤 他就会发现这个毒是什么样的毒 还有感染的续境病毒 都一样检查出来 他们就会以药来看看 能不能解这个毒 或是把续境病毒处理掉 比如说接种疫苗就是这样的理论 接种疫苗它本身不能解决疾病 它是让你产生抗体之后 使你感染之后 你的症状可以减轻 甚至死亡减少 他们的理论是这样 那还是产生抗体来对付病毒 简单的讲 来让你的症状减轻 好 那这样来看 他们是直接就处理 这些恶炎 也就是这些毒进来 这些炎进来 他就处理炎了 那我们这里说 前面已经讲 处理疾病应该是从一下手 那西医的从果治病 有时候是从症状本身 你烫香的部位 他就用含量药 再换处直接下手 那这样如此诊疗 不仅已病无异 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很多感染病毒 最后症状越来越恶化 就是其实应该是要从一下手 那你如果从果下手 就会甚至 不但疾病不会好 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那你从炎下手也是一样 跟从果下手 都会有不良的反应 那理由何在呢 我们下面就进一步说 我们看下一页 究其原因 固难以含量性药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生病了 我们说热能就是 推动组织器官 维持一个正常运作 那正常运作就没有疾病 但你有症状 也就是运作已经失调了 功能失调了 那虽然电力还足 那也没办法解决你的症状 何况 你如果用含量药 又把电力减少 那他已经运作困难 后面电力又更不足 那他的病情就会加重 所以当然 如果你用含量药 没有保健的功效 就有这种弊端 让我们的病情可能再进一步加重 所以我说 之所以会加重 跟含量性药还是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在西医的仪器检查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这个才是主因 因为你会这样治疗 表示你的诊断也出了问题 那我们这里就举这一次流感来讲 比如感染新冠病毒 那西医是以对付病毒为主 不管接种疫苗也好 或是得离这些措施 都是为了病毒而设 那得离这个是可以说得过 我们说对病毒本来就应该要避开它 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 这一部分当然是要做 但你如果诊断是针对病毒倒也不必 为什么这里本身就会有问题 因为你处理疾病 我们就来看病毒是不是疾病本身 或是疾病之因 但它不是啊 疾病之因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病毒不是疾病之因 那是不是疾病本身 疾病就是症跟状 病毒本身不是疾病的症跟状 症跟状是由身体 有体伤才导致的 病毒本身怎么会有症状 病毒没有症状 所以它本身也不是疾病本身 也不是疾病之因 都不是 所以就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我们看下面 所以有些人检查出有病毒 但未必有症状 这个在这一次的新冠全球流行 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 有些人根本没有症状 但检查却已经感染了病毒 而且呈阳性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你生病了 才一定检查出有病毒 你没有症状有时候也会检查有病毒 所以病毒如果是疾病之因 它就应该有症状 但为什么没有症状 因为它不是疾病之因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好 那我们进一步讲 那它也不是病毒 也不是疾病本身 所以它不需要处理啊 如果你以疫苗处理病毒 能不能解决疾病 我们都知道西医自己也说嘛 疫苗本身是不能解决病毒的 它是预防未来病毒的感染 但它有没有办法达到预防感染 没有 所以很多人打了第一剂第二剂 他还是会感染啊 一样的道 他还是会感染 那感染他只是说 会让症状减轻问题来 症状减轻死亡降低啊 那上个礼拜我也讲 台湾从感染病毒 上次就是说 从三页统计到十页 因感染病毒 然后医疗无效而死亡的 有差不多850个 45个 845个 那十页上行统计 所以就是开始打疫苗 台湾大量打疫苗之后 那因疑似打接种疫苗 而死亡的人数是850个 反而高过于感染病毒 那这个人说明什么呢 就是他本身 你即便打了疫苗 第一个还是会感染 感染了是不是人死症状减轻 我们暂时就承认他 但问题打疫苗本身 他就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有时候你身体如果过寒是要注意 也就是身体如果你本来体力就已经很虚弱 打了可能就要注意 会不会病情就恶化 然后以疫苗不能处理病毒 西医已经讲过了 那你怎么会要求寒阳的产生抗护 第一个他不是热一个温热性的药物 就像中医的温补药 也不是我们说的原始点的一些外内热源 所以他有没有办法解症 那如果要解症按推找大概官 他也没办法找 所以也不能解除症状 这里就直接讲 他是不能解除症状 所以你生病你一定是 不是打疫苗是一定要用西药 那你用疫苗来处理病毒 那疫苗处理病毒本身又不是疾病本身 那我们所有的研发不就是要治疗疾病吗 那他又不是疾病也不是疾病之因 所以他这样的处理 确实已经超出治病范畴 如果从治病的角度 这个应该是 也就是西医的创新吧 只能这样说 中医没有这种打疫苗的 原始点也没有 所以很明显 是这些含量要打了 似乎有必多一例的问题 所以后面才会有这一句话 我们看下面 好那另外还要谈的就是病毒属炎 也就是你看我之前也说过病毒就像SARS 你不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它就会消失了 所以在它流行的过程中 我们要战壁风头 躲过它就好了 那事实上隔一段时间它就消失了 这个我们在全球的流行 也看得清楚 你只要感染 把感染源隔离了 大家尽量不要群聚 那一段时间这些病毒还在不在 我相信现在很少人在谈新冠病毒 反而谈更多的一些 就是由新冠病毒什么变种的病毒 在谈 那好像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病毒出现 这个历史以来都是这样 以前有我说流行SARS 那SARS现在这些病毒还在吗 在早之前全球大流行 西班牙那些病毒 现在这些病毒还在吗 难道是人为把这些病毒消灭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病毒自己会消失啊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 就是只要避开它 懂得避开 那病毒自然就会消失 也不用去处理它 所以从这以上几点 那既然病毒不是疾病之一 也不是疾病本身 那病毒就不是处理的对象了 然后而且病毒它又自动会消失 那更我们只要避开它 就不会感染 所以很明显 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以产生抗体对抗病毒 是医学中的一大武器 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自卫病也很简单 以原始点已经可以 达到大家都在流行 你担心感染会有症状 那原始点就是感染病毒 它会从鼻子也就是头部吸 从鼻子跟口吸进来 然后再来我们使我们热能 进一步消耗导致体伤而产生症状 然后再更严重再进来深一点 就到呼吸道 那我们就会胸闷 呼吸困难 甚至胸闷胸动都有可能 那如果到这个我们就进一步要怎么样 把上背部的体伤按开 简单讲你如果担心病毒感染 最有效的方法 是应该把头部体伤按开 然后再把上背部的体伤也按开 然后平常就加强温敷 甚至运动跟喝姜汤 那这样你就没有体伤 没有体伤怎么会有症状 就不会啊 你接种疫苗也会感染 好 那我们没有体伤当然也会感染 那感染就没有症状 比接种疫苗说会使症状减轻 那就更根本了 这一点就如同黄帝内经讲的 中医讲正气足则邪不可干 正气足就是没有体伤 你怎么会导致疾病 不可能 所以这里在自慰病的角度上 原始点也是相当好用的 那也不用花那么多的 研究费用跟社会资源 影响人们的作息 就不至于了 好 那万一感染了呢 我们看下一页 那如果你要解决跟预防预防 预防部分我刚刚已经讲过 那如果要解决也有办法 如果得到病了 我们通过观察你那个症状 然后按推原始痛点 跟结合外内热源就可以达到 所以你按推 刚刚我讲的 你有按推有体伤 头部有体伤 还有上背部有体伤 你解决了 然后再加强温敷 也可以达到自慰病 所以自乙病自慰病的道理都一样的 原始点已经简化到 可以自乙病跟自慰病同时进行 那如果大家明聊这样的道理 大家还会担心吗 当然就不会了 然后原始点 其实所有的角度都是 先已经做出来才讲 如果我没有做出来 我也不会批评什么都不会讲 也就是我做出来了 那大家如果懂得用 那大家都可以改善 所以原始点就是真正在帮助大家 从生活中就可以避开这些危险 然后很快就可以达到健康 所以大家如果明聊的时候 那诊疗就才就不会像这样误入歧途 将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作为对象 也就是病毒本身它不应该被讨论 因为病毒它流行一阵子 然后它很快就会过去 然后在这个流行的过程中 第一个要避开 万一感染原始点也可以处理 那如果在流行的时候 你要更积极一点达到智慧病 也可以也是用原始点 他的意思 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 那举一反三 举一伤身治病之业 也就是我们会让我们身体 导致疾病的各种恶元 我们不是要治疗的对象 不是要检查 用仪器去把它检查出来 这些都不可以 他最后一行是在解释这样 这些伤身治病之业 不应该用这样来观察 反正伤身治病之业 我们只要避开就好了 好那这一篇 我们刚好也讲完了 现在的时间也差不多 刚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下个礼拜见 再见 再见 好谢谢张医师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张医师谢谢 好那我离开咯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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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